飞哥你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讲不下去 讲吗 怎么回事 因为阿坤 在你没问老板之前 他问了 他说这个车 两万块钱能不能买下来 然后那个老板说一万八 一万块钱是盘价的天才 然后阿坤说 一万八怎么这么便宜 一万八本来就便宜嘛 你还说了这样的话 一万八不便宜吗 便宜 买了车一万一万八多少 那你怎么不两万买呢 你这些两万给他拿下 他不卖两万 我以为那车要两万呢 长安的 18年的车 单排 车都是 三米一 这个确实是原装器 但是也不讲究这个东西 只要好用 好开 没空调 上去试一下 是 他说 好 1 1 2 1 2 1 5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你憋着刹车 你来松开离合车 它不憋劲吗 都不是 要不就别踩刹车 要不就踩离合 把离合松开 要不就踩离合 你憋着刹车 这都憋死了 不然可以开啊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好了 这所有的像这种呢 二手的都差不多吗 都这个样子 这一圈都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很陡 在上面的感觉 陡一盒配合不好的肯定陡啊 是配合的不好 还是因为发动机离这个太进来的 就是跟开轿车完全两个人 轿车就是开的很舒服 这个开的就很费劲 这是这四箱最好的车了 都是面包车 四箱最好 驾车两点 前面你轿车前面有个大发动机 你四箱都不好 这一万五行不行不行 不行 你不用谈你不用谈价了 你要没有 不可能收不来的 不可能收不来的 你收一根做 你给我上市场 你给我收一根是 预算真的是一万五 预算你预算一万五 你买别了 我重新想买呢 大老远跑过来看了 要不然 就不会过来了 耽误你时间 对不对 你耽误你时间 我时间不值钱 等下收浪费了 一万五 一万五 重新换一个就是最低 最低就让你更多两个钱 五百块钱推少了一点 再一包包裤 飞哥 你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讲不下去 这样吗 怎么回事 因为阿坤 在你没问老板之前 他问了 他说这个车 两万块钱能不能买下来 然后那个老板说一万八 阿坤就是砍价的天才 然后阿坤说一万八怎么这么便宜 一万八本来就便宜吗 你还说了这样的话 一万八不便宜吗 便宜 买了车一万一万八多少 那你怎么不两万买呢 你这两万给他滑下 他不卖两万 我以为那车要两万呢 我看那个城市 都有两万块钱 刚刚好吗 我说怎么老板一口咬死 这便宜五百块钱呢 对 这边老板都出了两万了 他想卖给阿坤的 兄弟们 其实看了两辆车 第一辆的话 九千八的那辆太破了 而且他给改的铁皮都是新换的 后面又喷得起 车况不是特别好 后面看到 而且我试开的 这个是跑了14万公里的公里输了 老板人家明确说 我没调表 他也没有必要调 第八年的车 就总觉得抖动特别的大 价格呢也就是 摇死一万七千五 怪不得看不下这样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